哈喽哈喽,你们好,我是子欣,一首,千金月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喜欢 这上回书说到,这一人明月,恰逢六月飞雪,双打桃花,花落长,月如霜 这金星赶考的白面书生,正是遇到了这深深入实修行的小狐仙呢 哎,咱能不能说点新鲜的,这聊斋咱们早就听腻了 那好,今儿咱说的这一段客观,我们可真就没有听过了 小二,再与我,问九二两,且听说 青秋夜变,五秋一季决别成一生,十万兵 浮月勾腔,当日无血应恒光,其眼望,杀起重重 十万雄兵,是如红,五江盘,春汉,正容,恰似海水,昆江龙 最无奈,英雄,气概空,云里沾面赛 八千起,难逃,一百是非,成百岁无奈 一往西,一世青狂,八千风火,赵洛阳,最难逃 而你清长书记,上回楚霸王 诸位,听好了 这花像是春秋,大大情一桶九州 江山战火本炉忧,却奈何暴政不休 天下何酒必分,明明诸身火深 诸空四季乱了,前途有着楚判之分 请听着书记上回,寒川染了江军眉 一人三千,青丝垂止,剩了天鹰难为 当这幕仅剩豪迈,那一件自分情窄 断了枪也藏了爱,却没敢踏出 江外,且看着残阳似血,却杀到尸风遍野 恰空六一水飞雪,却没人说事不解 这万里江山是老,哪个英豪能逃 身在乱世谁逍遥,皆是苦衷在熬 熬不过人世百年,一放黄土一场原 非是忘了沧海桑田,谁还记得女龙眼 这青史留下一笔,这里巴山西是你 五江月的樱花里,她只换了风火万里 诸位,今儿这书听着可不满意 未知况时如何,咱们且听下回分解